上辈子参加贫富家庭互换综艺 妹妹选择和卫衡互换去往城市 却在互换结束后适应不了山村生活 天天吵着要她城里的妈妈 一向成绩优异的她更是执意辍学 出外打工 我在卫衡家的帮助下上了大学 妹妹却因为早早出来工作 在生活的压力下泯然重任 后来在我和卫衡的婚礼上 妹妹用水果刀刺穿了我的脖子 她生死力竭质问我 她恨当初去互换的为什么不是我 辍学的也不是我 再睁眼 拿了两根麦杆 你俩都是妮子 也别说我偏帮谁 这样谁抽到了长街杆 谁就去城里长见识 我恍惚抬起头来 就看到了坐在对面的 12岁的妹妹余赛赛那张灰扑扑的脸 哦对了 我已经重生了 可这些日子 我的记忆总被困在我28岁结婚那天 困在我的婚礼上 余赛赛盛装出现 却拿着一把水果刀 抹了我的脖子那天 早春二月 余赛赛仍穿着一件袖口中出年续的端袄 上面七零八落地补着各种颜色的补丁 可这张小脸 还是和她长大后浓妆艳母的一张脸重合 我好似又看到一双绝望的眼睛 余赛盛 当初该和卫衡互换 去城里生活的是你 该留在家里 和卫衡培养好感情 考入大学 加入好门的是我 你学习不如我 长相不如我 凭什么 凭什么 记忆中 内媚的恨意太能烈 以至于我看到如今尚不懂事的她 也觉得刺眼 上辈走始终想不通 我那么疼爱余赛赛 她为什么还要愿我恨我 如今的我重生回了过去 回到她口中改变命运的关键节点 阿妈在催着我们抽签 我低下头去 迟迟没动 余赛赛却伸出手来 从阿妈手中拽出一根麦接 阿妈 在我伸手之前 余赛赛开了口 阿妈 我这根是短的吧 我陪在你们身边干活 让阿姐去城里吧 阿姐 就要去城里长见识了 你高兴吗 我猛然抬起头来 不 这辈子和上辈子不一样了 是你和为何互换人生的 你为什么要让我 如果我能换对父母这档综艺 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爆火的 火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小村子藏在深山里 整个村落里也就两三家有电视 每次放学 我就带着余赛赛来在大夫家看这档综艺 任凭大夫妈冷嘲热讽 也不舍得走 那时候我们都在想着 要是我能和城里的孩子 互换人生就好了 哪怕只是一个月 我也好想去城里看看 好想尝尝汉堡是什么味道啊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愿望 在我和余赛赛十二岁的时候实现了 我们十二岁的时候 这档节目办到了第三期 还选中了我家 节目组导演 塞给我爸妈两万块钱的录制费 这对于我们家而言 无异于天降巨款 更何况 自家孩子还能去城市生活一段时间 要是得到城市内对夫妻的喜欢 拿到资助 就是意外之喜 我阿爸阿妈欣然应允 只是爸妈一共三个孩子 弟弟还在抢保 我和余赛赛中 谁和卫衡交换 去城市里长见识 谁都在农村帮爸妈干活 就成了难题 上辈子 阿妈也选择让我们抽接赛 余赛赛最先抽 可是 在我亮出自己抽到的麦杰之前 她却握住了我的手 姐姐 我还没有去过城里 不想看看大城市是什么样子 所以 重生的应该不止我一个 可余赛赛应该没有看出我的重生来 她只是一只手 捏紧了麦杰 阿姐 我知道你一直想见见城里风光 这次 我让给你 我想起了临死前 余赛赛对我的抱怨 28岁的她 将她人生的所有失败 都归咎于这次抽签 那样 卫衡也会像帮助我一样 说服她父母资助我 说不定还会把她带到城里生活 卫衡也会像帮助我一样 给她补课 帮她纠正拙劣的英语口语 那样 考上大学的会是她 保研的会是她 年纪轻轻 在学术上做出成就的也会是她 她把我所有的成功 都归咎在了卫衡的身上 且认定是我抢了她的人生 我听了这话 本来想同她解释的 可是 她显然对自己的预设坚信不疑 坚信不疑到一重生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改变上一世的决定 想到当初猴头一凉的感觉 好 我选择了尊重于赛赛的命运 那阿姐谢谢你 和卫衡互换的人选 就这么定了下来 出发去城市前 我正收拾行李 屋门忽然被敲响 是于赛赛 她应该是在抽签的时候穿回来的 要么说重生的人容易暴露呢 上辈子这个年龄的她 可没有进门要先敲门的概念 大概是照着自己年纪小 她甚至都不信于隐藏 脸上是阳光与风霜 带来的麦色与粗粒 可已经被她洗得干干净净 阿姐 她笑着说 反正你去城里 人家也要给你买新衣服新鞋子的 你把那件冲锋衣给我穿呗 冲锋衣是表姐送给我们的 她穿了积水之后就穿不下了 给我们的时候一点都没脱 我一直舍不得穿 上辈子 于赛赛也是摸了摸冲锋衣上的口袋 阿姐 我去城里 要是穿得太差 一定会被人看不起 你能不能让让我 后来 她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回来 答应回来之后 再给我穿的冲锋衣早被她扔了 而这辈子 于赛赛又提起这件冲锋衣 我想 倒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珍贵 多么好看 只是 于赛赛握住了我的手 阿姐 家里明天来客人 冲锋衣是咱俩为 见能穿着剑客的衣服了 赛赛的手心有层薄薄的剪 可被她握住 我却感觉到了几分湿滑的意味来 像是一条阴冷的蛇 好啊 我不动声色地抽出了自己的手 于赛赛对卫衡的即将到来摩拳擦掌 她迫切地等待这个即将到来的机会 并且把翻盘的所有筹码 压在了卫衡的身上 看着她一件一件是衣服的时候 我几次张嘴 想要问她 你就没有想过 我当初能闯出去 并不是因为卫衡 可想了想 又把嘴闭上了 毕竟 上辈子是于赛赛杀了我 如今重生 她还是我的亲妹妹 我没有她杀我的证据 没办法报警 所以才将上一辈子的恩怨结果不提 可这并不代表 我和她冰释前显 还要上赶着提点她 不会提点她 卫衡可不是什么好相遇的存在 也不会提点她 之所以卫衡后来帮我说话 让她父母资助我 并不是因为日常相处出了感情 而是因为 我算对她有救命之恩 而那所谓的救命之恩 也不是一段什么好经历 上辈子的后来 我也曾在网上翻到这档综艺 看了赛赛去城里之后发生的事 上辈子 赛赛身上的冲锋衣 为妈妈一直想要一个女孩 而贫困家庭长大的赛赛 又表现得格外懂事 穿着破鞋子 可怜兮兮的赛赛 一下子就赢得了她的联系 赛赛在城里 经历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月人生 而我 在那个小山村里 差点经历了一场死亡 于赛赛翘手等待未恒的到来时 我坐上警务组的车 赶往机场 我坐在飞机上 看到万米高空下车水马龙 高楼林立 我本应该感到新奇 装作惊讶 可是 上辈子早已见怪不怪的我 装不出惊讶的模样来 就如同站在为家父母面前 我怎么也自卑不起来一样 即使比至上辈子的鱼赛赛 此时都更加落魄一些 但这个未成年的躯体里 装的是早已成熟的灵魂 而不是上辈子那个 只见到穿着时髦的胃衡 就感觉羞涩的小女孩 为家妈妈是个多愁善感的女人 见到我的第一眼 她便双眼含泪 把我抱在了怀里 圣圣 为家妈妈轻轻摸着我的头 你辛苦了 从此以后 你就叫我为妈妈吧 我只是轻轻应铃声 谢谢你 宋阿姨 为家妈妈姓宋 是个很不错的女强人 但我不愿意称她一句为妈妈 倒不是对她有什么芥笔 而是 我不想用自己的贫困和可怜 来换取怜悯 从而从她们身上获得好处 我需要用自己的实力 换取她们的证实 我需要让她们看到我的价值 我真正为于赛赛哀叹的 是她自始至终以为 面前只有两条可以走的路 一条是留在家里 讨好魏恒 一条是来到城里 讨好魏恒的父母 上一辈子 她来到城里 留在城里爸爸妈妈身边的路 没有走通 所以这辈子 她决定强先走我的路 但她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都已经重生了 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历 增长了这么多年的见识 我们为什么还要走老路 魏叔叔和宋阿姨 带我去了商场买衣服 像上辈子对待于赛赛一样 他们让我挑选衣服 最好多挑几套 我想起上辈子的于赛赛 她是怎么做的呢 上辈子的她 满脸激动 却又硬生生克制住自己 只拿了一套秋衣 和一套运动服 便不再伸手 即使宋阿姨劝她 再多拿几套 她说 这衣服太贵了 阿姨您挣钱也不容易 我不能拿您的东西 这是一个孩子 一个品格不错的孩子 该有的反应 所以上辈子 即使于赛赛说 她不用其他的新衣服 宋阿姨还是给她多买了几套 于赛赛感动的无衣服加 宋阿姨连连夸她懂事 而此时 我从卖衣服的架子上 直接挑选了两套 和身外穿的衣服 两套秋衣 宋阿姨客气地问 圣圣 这两套衣服够吗 我看你买的是普通款式 春天到了 阿姨给你买套小裙子好不好 谢谢阿姨 我正色道 不过不用了 不然我走的时候 还不起你钱 哪里用得上你 这个小朋友还钱 对呀 为何还在你家吃住呢 我有些认床 刚刚重生回来的时候 就连着两三天睡不着觉 现在也是 躺在宋阿姨 给我准备好的房间 我去翻来覆去睡不着 索性暗暗计划着 剩下的三十天里 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 半夜 听到了客厅里的电话铃声 这个时候 很多人家里面还按着坐机 魏家就是 紧接着 我听到了啄卧门被打开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脚步声 说话声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他就是惹射警 不要管他 让他闹吧 什么 打人了 打了谁 余塞塞 接电话的是宋阿姨 和对我的耐心细致不同 现在的他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 那个他 说的应该是魏恒 魏恒和我几乎是同时动身的 所以 当我来到魏家的时候 他也应该刚刚到我的家里 不过 我来时除了换洗衣物和个人清洁工具外 几乎什么都没有带 所以今天魏家爸妈帮我置办了好些东西 我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更多的是被给予 魏恒不一样 他知道要去乡村住上一个月 带了两三个行李箱的东西 节目组本就是为了给他考验 让他理解生活的不易 怎么可能允许他带这些 游戏机不被允许 临时不被允许 所以 魏恒更多感到的是被剥夺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和善的性子 陌生的地方又没有安全感 不着急 几乎没有可能 只是 我没想到 本来应该冲着节目组发脾气的他 居然打得欲赛赛 我怎么生了这种孽障了 麻烦您帮我问问 小姑娘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 伤得不重 小伤 小伤就不是他打的人家吗 如果小姑娘什么都不要的话 这样 我给咱们节目组打五千块钱过去 您帮我交给那小姑娘 电话挂断 脚步声又响起 主卧的门被碰上 不过片刻 又传来的刻意压低的 宋阿姨小小的抱怨声 都怪你 从小就不管他 本来脾气就急 你还让他玩游戏 你看他现在被游戏荼毒的 打人就已经不得了了 还打女孩子 什么叫欺凌弱小 你不知道啊 随着宋阿姨的抱怨 我从自己个记忆里 把上辈子那个眼神桀骜的少年的模样 重新挖了出来 奇怪 明明此时的我毫无睡意 却很快在宋阿姨 喋喋不休的抱怨里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被叔叔和宋阿姨 就已经出门去了 餐桌上摆着丰盛的早餐 冰箱上面贴了他们的留言 盛盛 叔叔姨姨今天要去谈生意 下午让助理和节目组 一起当你办理入学 等下午回来的时候 叔叔和姨姨 在为你庆祝入学 是哄小朋友的语气 节目组的摄像姐姐 已经坐在了餐桌边上 见我过来 笑着问道 今天要去新学校了 盛盛紧张不紧张 我摇头 他便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 好似在说 我都懂 你不用担心我笑你 可我是真的不紧张 我大概知道 正常小孩子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 但我不确保自己能装得下 更何况 我不希望他们将我当做小孩子 所以我连装都不装了 吃完早饭后 我主动将碗碟清洗干净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一开始想要帮忙 对我拒绝之后 便凑上前来 拍摄我干活的样子 我们在上午九点半左右 到达了之前 余圣圣同学的学习情况 好安排更适合她的特色教学 咱们这里有一份试卷 余圣圣同学要标示着做一下 英才学校的特色便是英才试教 而做卷子 是节目组和学校共同的安排 也算是我的高光部分 先前节目组调查我们 发现我和余赛赛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上辈子余赛赛来这个学校报到的时候 也曾做过卷子 塑造了她感恩学霸的形象 而我 我当然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从校长手里接过卷子 粗略的看了几眼 发现没有英语试卷 山村小学资源匮乏 虽然我们也学英语 但是初中之前 几乎没有英语考试 所以 也别想我们的英语多么强 这本是一件小事 可校长注意到了 可见他对待这场拍摄有多认真 我埋头 趴在办公室另一边的桌子上 开始写卷子 可没有想 这一写 就写了整整三个小时 倒不是我写的慢 或者什么东西不会 而是 写到半中间的时候 校长看到我填好的空白 总会惊讶地看我一眼 然后把我手下的卷子抽出来 然后换上一张 他说 你做这张试试 就这样 换了七八回 终于 我做完了一张完整的卷子 倒不是校长不想给我换了 而是办公室里 再没了更高难度的被用卷子 一旁的摄像小姐姐 早已经把镜头对上了我的卷面 可以了 校长兴奋 我们会给你匹配到最优秀的班级 但很快 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言 马上转移话题 要不要做一张英语试卷试试 我的手轻轻压在试卷上 不卑不亢 实在不好意思 我之前没有怎么学过英语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我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昨天晚上 我曾经思考过自己做卷子的时候 要不要收着点 但现在看校长的态度 显然将卷子做得更好看 对我来说 好处多于坏处 和上一辈子于赛赛遇到的情况一样 学校并没有出现小说里面讲的 乡下学霸女主 转学到私立学校 反被欺凌的事情 相反 这个学校的同学都很有爱 校长通知了班主任之后 同学们甚至对我办了一场欢迎仪式 成套的 挺刮精美的校服 干净整齐的教室桌椅 热情开朗的同学 非夜带着芳香的带锁的笔记本 在和上辈子这个时候 我在老家用的学习文具相比较 我一定程度上理解了 后来与赛赛不想要回家的原因 班级互动 新去课堂 还没有到放学 我就已经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 回家的时候 还有热情的同学 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我摇摇头 坐上了魏家爸妈派来的车 等回到魏家 就发现魏家爸妈早已经到家了 桌子上摆满了精致的饭菜 见到我 他们便笑着打招呼 圣圣快来 今天庆祝你进入了新的班级 你和同学相处的怎么样 有没有人欺负你 相处的不错 我把书包放在了沙发上 只不过 他们都太照顾我了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你来我往就好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魏叔叔将一个鸡腿 夹到我的碗里 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周六的时候可以去商场挑些礼物 周一的时候送给帮你的同学 对了圣圣 你被分到了哪个班级 这本是随意的疑问 魏叔叔应该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话音刚落 便埋下头喝汤去了 九年级三班 我说 呜 他一口汤喷了出来 一旁的宋阿姨赶忙去给他拿纸巾 可魏叔叔只把纸巾捂在了嘴上 连擦也忘了擦 只是问我 你说分到了哪里 即使节目组和我都有解释又保证 可魏叔叔还是给校长打了电话 虽然但是 魏叔叔说 我还是觉得夸张了点 我可能会建议他读更高的年级 对了 魏恒爸爸 或许什么时候 我还得找您帮忙做中间人 和节目组以及余生生同学的父母 商量一下他就学的事 学神和学霸的价值到底是不一样的 有些话根本不用说透 魏叔叔和校长这种老狐狸 已经懂得了彼此的意思 文言 我也轻轻舒了一口气 这天晚上 客厅里的电话再一次响起 听魏妈妈的语气 魏恒应该是又在那边做了什么事 等魏妈妈挂了电话回到房间 我又一次听到了 他和魏爸爸的私语声 又惹事 对 闹着要回来 想和我聊两句 我当然不跟他聊 男子汉还是得多精力点魔力 动不动就闹着 回家算什么 你看人家余胜胜 我才知道 这种生在山村里的孩子 教育条件那么匮乏 都能取得这么高的成绩 怎么内衡就不行 他怎么就不能像人家胜胜一样 专注学习 咱们当初要是生的是胜胜就好了 明明昨天我听着宋阿姨的说话声 睡得很香 可今天 一样的床 一样的说话声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脑海里不禁闪现出一些回忆 于赛赛一直以为 命运的转折点是那次抽签 我正是因为留在了家里 遇到了来到山沟生活的魏衡 和他整整一个月的相处中 擦出了火花 所以后来才走到了一起 可他不知道 上辈子 我和魏衡成了爱人不错 可那时候的我不过12岁 魏衡也不过13岁 一个只想着怎么能吃饱 一个正在叛逆的时候 怎么可能擦出感情的火花 我和那时候的魏衡 其实更多的是同病相连 或者 仅有一次的讲述者 和倾听者的关系 魏衡刚刚去我家的时候 我和他的关系并不算好 我对我们出狱的印象 便是那天傍晚 节目组的人一窝蜂地堵在门口 拦着一个高挑而锐利的少年 魏衡长得很好看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一白遮白丑 从小长在城市的少年 站在门外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更何况 魏衡五官优秀 气质灼然 更是吸引了村里好多人来围观 可最初外貌带来的好印象 都被他的坏脾气 毁坏到荡漾无存 魏衡面前的行李箱敞开着 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游戏机 薯片等各种各样的东西 行李箱的侧兜里面 还放了一个红包 里面装一打纸币 这些东西都不能带 节目组导演说 你是来这边改造的 还是来享福的 导演一样一样 拿走他行李箱里的东西 最开始 导演说出改造这个词语的时候 魏衡的脸色只是黑了一黑 随着东西一样一样被拿走 不看到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但有随时要爆发的架势 我知道这个人 是要住在我家一个月的人 那一瞬间 我只觉得 这个人或许不大好相处 直到导演将魏衡的游戏机拿走 魏衡的胸膛 剧烈地起伏了两下 他的脸色铁青 我都以为他的拳头 要砸在导演的脸上了 他却转头就走 不露了 少年的腿很长 脚步很快 下一刻 导演小跑着追了上去 后来我才知道 导演威胁魏衡 他会马上跟那家父母打电话 少年才不情不愿地 回来继续录制 那时候的我 根本不懂他无奈的妥协 只记得少年将行李箱 交给节目组 走进我们家院子的时候 朝我投过来的 冷淡的一瞥 后来 我和魏衡相处的并不算愉快 他是城里来的少爷 娇生惯养 见我们用猪草洗碗 觉得我家不卫生 被我弟弟的哭闹吵醒 便直接了当地发脾气 他要去上课没有本子 我好心借给他一个练习本 本子的一面都还没有用完 他就乱扔 放学后要去地理拔草 他只去一个中午 就被晒得脱了一层皮 操 他骂脏话的时候也不避讳我 我脑子坏了 才来参加这狗皮综艺 关系改变的真正奇迹 是节目组安排我带他去割猪草 我拿着镰刀 一点点割开挡路的藤腕 少年背着箩筐 嘴里面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叼锒铛的跟在我身后 别哼了 我就哼 我走路的时候 哼哥你都管我 别哼哼 难听 你有没有什么呀 什么叫做难听 山路崎岖 有的地方会宽敞点 能通过一辆三轮车 有的地方很窄很窄 一个人能看看过去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 习惯了上山爬树 所以走过只能走一个人的小劲 也不觉得有什么 可我没有想过 城里人不是这样的 魏恒不是这样的 他从没有走过这样的山路 而且他有恐高症 刚刚专注哼哥的时候 还觉得没什么 可当他往周边一看 所以魏恒会掉下去 韦石不算意外 也是凑巧 在他掉下去的一瞬间 我下意识地拉了他一下 算是一个并不陡峭的悬崖 魏恒的身体并不是完全悬空 但趴在六七十度的斜坡上 随时还有下滑的趋势 实在是吓人 我拽住了他的胳膊 之前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的节目组 后知后觉 纷纷冲了上来 可在节目组冲上来的间隙里 我却察觉到了 他在掰我的手指头 你松手 他轻声说 你疯了 我下意识地钻得更紧了 别掰了别掰了 再掰下去 你死了 我就成杀人凶手了 魏恒憋红了脸不说话 但终究没有继续掰下去 后来 节目组的人一拥而上 将他救起 后来 因为考虑到影响问题 魏恒差点滑落山崖的拍摄内容 并未剪入成片 但那天傍晚 我们坐在道旁的巨石上 看着太阳一点点滑落山傲 他掰我手指的动作 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算是有了生死患难的情谊 我们两人熟识了起来 乃至于后面 我因为上学的问题 向他求助的时候 他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那时候 我不知道他的求生欲望 为什么这么弱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我们两个人都在一起了 无意间谈起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那天 他们怎样也不接你电话 对 魏恒点头 眉目沉沉 只是因为那天 他们不接我电话 后来的魏恒已经成年 变得强大而无所不能 可谈起父母的时候 我依旧能窥见 如同一只被装进了麻袋的小兽 四处冲撞而不得出的少年的影子 如今又回少年时 我回忆着 这辈子我还无缘得见的胃痕 隔壁 宋阿姨的抱怨依旧在继续 我对她的要求不高 她能不能懂点事 果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你说咱们是不是太腻爱她了 矫情什么呀 咱们给她的条件还不够 当爸妈的要怎么样 把心掏给她她都不要 第二天早上 魏家叔叔阿姨又不在家 周六不用上课 吃完饭之后 我干脆给魏家阿姨打个电话 哗啦啦 是麻将牌碰撞的声音 是圣圣啊 那边传来魏家阿姨的声音 圣圣 不好意思啊 阿姨这里有个声音要谈 所以今天没办法陪你了 要不阿姨给助理叔叔打个电话 让他带你去游乐场玩 一个刚来城市的孩子 应该是喜欢游乐场的 可惜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所以 我摇摇头 下一秒用意识到 电话那头的宋阿姨 根本看不见 阿姨 我不想去游乐场 我看家里有台电脑 我可以用一下吗 我的话音刚落 那边诡异的顿了顿 好久之后 我才又听到宋阿姨的声音 那台电脑一直是魏恒用来打游戏的呀 圣圣 你用电脑干什么 不会是也想玩游戏吧 你听阿姨说 你刚来城市 可能会对各种而各样的东西感到新奇 但是阿姨要先跟你说 你要控制住自己哦 有的东西是好的 但是有的东西他 不知道宋阿姨说了多久 挂了电话之后 我还是进了书房 魏叔叔没有在家办公的习惯 这个书房可以说是 纯粹为魏恒准备的 我看到书房里面 各种各样的乐高和手办 我却感觉有块石头压在心上一样 又温又重 我用电脑查了这个月能报名的 我有信心参与的所有的赛事 一个月的时间太短 我并没有经商的天赋 只能把挣钱 还有增加自己价值的机会 压在这些赛事上 我将这些赛事整理成了一个表格 又往本子上抄了一遍 准备等周一的时候 找班主任谈谈 终活一世 我不休于用自己上一辈子的知识 为自己这辈子创造更好的条件 帮自己绕过那些难走的路 或许还有更捷径的法子 股票 彩票 虚拟币 但上辈子也只知道埋头苦学的我 一来没有记得这些东西涨跌的关键节点 二来我手里根本没有什么本钱 所以 即使是赚钱 似乎也只能找点笨法子 十年前的网络信息搜集 并不比十年后简单 这些东西我查了很久很久 关电脑的时候 随意一偏头 却发现桌子上放了一本台历 台历上面一个日期被圈了出来 旁边画着小小的笑脸 3月8日 母亲节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上辈子我和魏恒一起去割猪草 魏恒却差点滑落山崖的日子 魏家父母是晚上11点到家的 宋阿姨身上的香水味已经散个七七八八 魏叔叔的脸上略带了疲态 但是看到我 他还是走过来 笑着问 圣圣 我听说你今天在家玩电脑了 马上的怎么样啊 我转身从书包里面掏本子 可我还没有把本子拿出来 魏叔叔又开口了 圣圣 叔叔知道你刚到来城市里 对城市里的一切都很好奇 包括城市里的朋友啊 各项设施啊 还有各种玩的东西 你一定从同学那里 听说了电脑游戏 对不对 准备拿出来的本子 就那么又落回了书包里 魏叔叔语重心长地叹了口气 你既然是来互换的 应该听说过魏叔叔的儿子 魏恒小的时候成绩很不错的 直到接触了电脑 成名于电脑游戏 他的成绩下降 人也开始变得叛逆 以前我吵他的时候 他还乖乖听话 可完了电脑游戏之后 他学会跟我顶嘴了 我们父子相处的时间越来越短 误会越来越深 他变得冷血 变得毫无感情 变得不知感恩 所以 这次家庭互换的综艺 我才会选择让他报名参加 圣上 你和他不一样 你还是好孩子 你还没有受到游戏的荼毒 答应叔叔 不要学魏恒好吗 我看着魏叔叔 听着他将冷血毫无感情 不知感恩这样的词语 尽数安在魏恒的头上 脑海里闪过的 却是台地上 3月8号那一平方厘米的 小小空白处 画着的笑脸 其实我知道 我现在住在魏家 最好表现得尽量乖巧些 有些话能不说还是不说 有些是能不管还是不管 更何况 我管了也没有用 可想到上辈子夕阳下 未恒那张落寞的脸 我还是没有忍住 从书包里面 拿出了我下午写东西的本子 叔叔 我说 您误会了 本子上 密密麻麻记载的 都是各种比赛的信息 我下午不是玩游戏 只是在寄信息 他的脸上闪过歉意 是因为误会了我 或者 他在听说我用电脑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的是 我在玩游戏 甚至没有向我求证 就急着教育 急着掰证 快要歪斜的小树 魏叔叔跟我道歉 但我摇摇头 因为我不是您的孩子 您对我是有额外的耐心的 但您甚至都不愿意等一等 先听听我想要说些什么 那魏恒呢 在他玩游戏的时候 您有没有听他解释 有没有听他解释他的爱好 他的梦想 有没有听他解释他的孤独 他的成就 魏恒在之后 成了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 电子经济选手 即使十几岁的他 生活在不是最适合 电子经济的环境里 一个成年人 总是受不了 被小孩子教育的 尤其是连平等的沟通机会 都少有给到小孩子的成年人 一个将自己的孩子 送到互换综艺 想让他通过吃吃苦来 重新给他塑造人格的家长 你又能对他抱有多大的奢望呢 我并不是说 魏叔叔是坏人 他富有 慷慨 甚至是个不错的企业家 和相对有良心的老板 他只是不是一个 那么合格的父亲 我们的讨论 就那么不欢而散 魏叔叔似乎认为 我和魏恒是一位人 表面乖巧 但内里还是充满了 端分的基因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 他在避免和我碰面 本来就是每天晚上 他们下班回来 才能偶尔见一面 在他的刻意躲闭下 连见一面都难 当时宋阿姨 在班主任打电话说 我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之后 兴奋到抱着我亲了好几次脸颊 真的太聪明了 太可爱了 盛盛 阿姨多想 自己生的是女儿 而不是儿子 这一辈子 我主动叫宋阿姨阿姨 可上辈子 余赛赛叫她叫的是魏妈妈 我其实可以想象 在老家很少被妈妈拥抱的余赛赛 听到宋阿姨这些话 是什么心情 更何况 上辈子来魏家的余赛赛 足够乖巧 天真 淳朴 老实 热情还懂得感恩 余赛赛还很得魏叔叔的喜欢 真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可这辈子 来到魏家的是我 所以 在宋阿姨激动完之后 我略微往后撤离撤 宋阿姨 明天赴女节 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吗 赴女节是个大节日 我明天应该会给我妈妈打个电话 你明天有空接魏恒的电话吗 宋阿姨和魏叔叔 似乎总有事情要忙 忙到没有时间接电话 节目组联系他们 也大都在深夜十二点 最近我和他们的特助沟通 才知道 最近魏家父母晚上回家 还是因为节目组有拍摄任务 平常 他们一星期也少有回来一次的 宋阿姨脸上的笑容 也略收了收 圣圣 你是觉得我们陪你的时间太短了吗 或者你是在觉得 魏恒没有家里人的关心 很可怜 阿姨一直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可你是不是年龄的原因 太站在魏恒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那阿姨 你会空出时间来 给魏恒打个电话 或者接他的电话吗 会会会 接接接 母亲节前夕 我既得罪了魏叔叔之后 又惹恼了宋阿姨 但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上辈子 在魏恒的帮助下 魏家父母资助了我上学的费用 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 但这份感激 并不代表我认为他们没有错 或者正因为这份感激 我才忍不住想要多管闲事 妇女节当天 我在学校门口 将自己进的最后一只扛奶芯卖完 将醒花筒还给花店老板的时候 节目组却忽然接到了电话 圣圣 摄像姐姐抿了抿唇 咱们得结束交换了 为什么 魏恒出了点事 她受伤了 魏叔叔和宋阿姨和你一起回去 摄像姐姐并没有说魏恒是受了什么伤 但从她的表情来看 魏恒受的伤应该并不算轻 回到魏家的时候 就见到宋阿姨和魏叔叔两个人 终于腾出时间来 坐在客厅里 宋阿姨的眼睛红红的 见到我回来 圣圣 快去收拾东西 咱们准备回你家去 我没有什么要收拾的东西 我从卧室里面拿出一个行李包来 随时可以回去 车子行驶在路上 和来路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 人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低着头 总是想到魏恒在夕阳下的侧脸 于是忍不住问宋阿姨 阿姨 你今天有接魏恒的电话吗 我知道 这个时候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 宋阿姨看着窗外 没有说话 好在魏恒只是普通的骨折 到底是个陡坡 魏恒滚下去的时候虽然急 但也及时抓住了鞋长的小树 没有继续往下滚落 只是 胳膊骨折了 脸上也被支刹划了几道口子 脸上的伤痕不会留疤 骨头痒一段时间也会好 只是短时间内 恐怕没有办法再参与节目组的录制了 我和魏家父母 走进我们那儿县城的医院时 魏恒正躺在病床上休息 旁边坐着余赛赛 正在给他看到水 大概是累得很了 头一点一点的 我敏锐地发现 余赛赛瘦了好多 脚步声吵醒了两个人 魏恒看到来人后 扭过身去 并不想看他们 而余赛赛 则在看到我的时候站了起来 他看了魏家父母一眼 对他们点了点头 这才走近我 余胜胜 我们两个好好谈谈 我们一起去了医院的楼梯间 他压低了声音 余胜胜 你也重生了对不对 你知道去割猪草的时候 魏恒会一不小心踩空 所以你才提醒我 不要带魏恒割猪草 昨天早上 我想了又想 还是跟摄像小姐姐借来的手机 往我家这边打了电话 也有事情要叮嘱余赛赛为理由 给他单独说话 我远在千里之外 为不先知节目组 让他们去割猪草 无疑坐实了 我是重生的事实 但我并不害怕余赛赛知道 所以 余赛赛咬牙切齿 你知道我要跟你换 你知道我要留在家里攻略魏恒 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你是把魏恒让给我 还是看我的笑话 一不注意 余赛赛的声音高了点 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 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搞笑的事情吗 我试探性问 怎么 魏恒让你出丑了 摄像机拍下来了 准备剪到节目的成片里 余赛赛的脸瞬间绿了 奇怪 离开山沟沟去城里的时候 我带他的感情 还很是复杂 我恨他 我不解 我恨我上辈子明明那么疼他 他却选择杀死我 我不解上辈子他过成那个样子 明明跟我毫无关系 他却选择伤害我 可到了现在 那些情绪却忽然散去了 倒不是我不恨他了 只是那份不解解开 除了恨之外 复杂的感情里 竟然也多了几分微妙的同情与怜悯 魏恒不是什么东西 没有让不让一说 我说 你只是有了个留在家里 和他相处的机会 怎么叫做我让给你 而只要相处了 就能在一起吗 看着他短短时间就瘦下去的样子 以及憔悴的脸色 我不信他和魏恒相处得多么愉快 而少年时期的魏恒 也不是什么好相处的人 即使后来我和魏恒在一起了 相爱了 但我们爱上的 也是各自成熟后的灵魂 我会怜悯少年时的他 我会额外注意些少年时的他 却唯独不会爱上少年时的他 更何况 我说 我以为你重生回来 会抢着去成立 毕竟 即使有重生的优势 12岁的小姑娘 又能在山沟沟里发挥多少 上辈子余赛赛虽然过得不太好 但是他很擅长折腾 无论是股票 投资 商业 甚至是开店 都有涉猎 如果选择利用这一个月 选择出去外面 即使是未成年 即使挣不了大钱 也能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基础 退一百步 就算他自觉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哪怕是拿着上辈子未来的局势 和魏佳谈呢 谈来谈去 也会让别人发现自己的价值 退一万步 他怕暴露自己重生者的身份 也可以走一遍上辈子的老路 和魏佳夫妻处处感情来 看看人家愿不愿意资助他上学 他通过学习改变这辈子的人生 可这么多选项里 他选择了最最最差的一步 他选择和魏恒培养感情 先把魏恒搞到手里 然后等十几年后做孤太太 他将我所有的成就都归给了魏恒 我将这话说给他听 却见到他只是冷笑一声 余盛盛 你知道魏恒是个神经病 所以你才同意我留在家里 有方法你怎么不早说 现在假惺惺回来 说我选择了最差的一步 你知道我这半个月经历了什么吗 这破地方 山沟沟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电视 没有游戏 我天天吃红薯面 走一步就放屁 连着十几天 一顿肉都没有吃过 我嘴里单出鸟来了 牙刷拖了 阿妈不给我买 就天天抱着她那宝贝金袋子 猪是我喂 晚是我洗 把草拔到我站一下就头晕 我省一块红薯干给魏恒 他看不看就丢出去 说死也不吃我们家的东西 我安慰他 劝他听他爸妈的话 他直接骂我是神经病 对了 余赛赛忘了 记忆停留在28岁的 过关城市生活的他 远比来接受改造的魏恒 更加娇生惯养 很难说 受到改造的 到底是魏恒还是他 你说我恩将仇报 你真当你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是真为了我好 你看我选择在家里不阻止我 阻止你干什么呢 我冷冷问 让你十几年后 再抹一次我的脖子吗 余赛赛 你是不是忘了 上辈子是你杀了我 我们就算当初是再好的亲姐妹 现在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余赛赛瞬间像是一个僵硬的木偶 余赛赛 其实有些话上辈子 我就想跟你说了 我教住了僵硬转身的他 这一辈子是你自己的选择 是你先抽了签 选择留在家里的 怪不得我 上一辈子是你求我 让我给你机会去城里的 也怪不得我 你怪我夺了你的人生 和你记不记得 上辈子你很讨为家父母的喜欢 他们虽然没有把你留在城里 但是送你回家的时候 他们承诺会资助我们姐妹俩 帮我们读完大学 上辈子 余赛赛的人生 本有机会比我更加成功 魏恒回家的时候 被家父母亲自找来了我们家 准备资助我们两个 可余赛赛只顾着哭 她哭她城里的妈妈 为什么不要她了 从农村到城市 又骤然回到农村 带给她的落差太大太大了 她带回来了漂亮的裙子 却扔掉了当初穿走的冲锋衣 她带着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去上学 她和同学吹嘘着 她在城市里长的见识 她大手大脚 请同学们吃零食 花往手里的零花钱 又扭着的跟我借钱 她自然是不敢跟爸妈要零花钱的 她怕爸妈打她 她开始在课堂上频繁走神 她不再勤奋干活 她下地拔草的时候 甚至都要披上一件衬衣 五月热得要死的天气里 她说 她怕把她脸晒黑 要生小鹊斑的 她会跑到村子唯一的小卖部里 给魏加打电话 爸爸妈妈 求求你们带我回家吧 魏加父母拒绝了她几次之后 她终于歇了心思 可也再学习不下去了 曾经成绩比我好的她 学习一落千丈 心思再也不在课堂上 她开始重骂 妈为什么魏恒生下来什么都有 她却只能念朝黄土备朝天 那时候 她重骂的还是魏恒和她爸妈 而不是我 后来 她下了决心 辍了学 跟着堂姐去县里打工 县里没有魏加所在的城市里发达 但是好歹不像村子里一样 时时刻刻给干农活 她也不用抬头低头 都是枯燥的课堂 做不完的习体 她对我说 不怪我辍学 你看 人家城市里都是素质教育 咱们村里只会学习学习 考试考试 上课上的太乏味了 辍学还怪我 我有拦过她 但是没有用 魏加父母资助我们姐妹 本就是看在她的面子上 所以 听说她退学之后 便撤了资助 我求她 咱们一起上完高中 你帮帮我 大学我自己挣钱 可她却不理解我 为什么想要读书 姐 但是你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 没有见识到外面 有钱人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她爸妈早就不想让我们读书了 所以 在她准备辍学的时候 便准备要把我也送到外面 给人探店 九年义务教育 那时候的农村 随便想个法子 就能糊弄过去 没了办法 我只好找到魏恒给我留的号码 给她打了过去 魏恒 你不是说 你欠我一条命吗 我求求你帮帮我 后来 我是如何重新拿到了魏加的资助 我是如何一点点地努力 我是如何考出大山 考上大学 这些都不必 细说 后来我和魏恒在C市在语 我去看了她的比赛 她在退役后 去了我所在的大学读书 一来一往 我们走到了一起 于赛赛恨的人 也从魏恒和她爸妈变成了我 凭什么 我们是双胞胎 凭什么我成了这次样子 你却事业和爱情双双收获 可是 那时候的她真的惨吗 我拿出自己积攒的稿费 给她开了一家铺子 虽没有大红大火 但她铺子的营收 已经能供应上她的日常所需 她有谈过两段恋爱 或许没有最好的结果 但中间也是真情实感 而28岁的她 在谈第三段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她们未来应该也会结婚 于赛赛 我问她 那天你冲过来的时候 说我欠你 你说 我到底欠你什么 那谁欠我 于赛赛恶狠狠地瞪我 可她的眼泪 却比胸光更鲜出来 那谁欠我呀 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那天聊完之后 于赛赛就离开了医院 她没有在守着魏恒 也没有在对着魏家父母献殷勤 我进魏恒病房的时候 魏家人已经聊完了天 可他们之间 却仍旧像有一层厚厚的兵 但这一切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互换即将结束 我和他们的交集会变得越来越少 而我相信 上辈子魏恒最后能处理好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辈子魏恒也能 魏恒的伤暂时还不宜一动 所以魏叔叔和宋阿姨 选择在县城里住两天 这个时候 他们倒是有空了 圣圣 你要是忙的话 就先回家 我们在这照顾魏恒 等魏恒好点 我们就直接回去了 回山村的时候 魏叔叔追了出来 他跟我说 如果我不介意的话 他会资助我 凭几天他拜托节目组办手续 到时候还接我回去英才学校读书 我摇摇头 不用了 魏叔叔 我已经和校长谈好了 过两天 应该会有人来我家里谈这件事情 校长给个奖学金之类 很丰厚 对了 我忽然想起来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 您看您考虑一下要不要资助赛赛 如果他好好读书的话 应该能考上一所好学校 到时候报答你 如果好好读书的话 于赛赛应该能考上一个好学校 毕竟 那时候的他比我聪明得多 至于未恒 我离开的时候 他还在用陌生的眼神看着我 这一辈子 他来到山村里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的是于赛赛 所以他不认识我 在正常不过 不过不要紧 我会依旧像上辈子一样努力 他也会像上辈子一样 挣脱枷锁 我们还会重逢 回到村子 发现于赛赛果然已经在家里了 他躺在床上 把头埋在被子里 而外面 是阿妈和阿爸的骂声 他们骂于赛赛 怎么现在这么懒 骂他小姐身子压缓命 于赛赛 我先开了被子 既然你说 上被子是我抢了你的人生 这被子 你愿不愿意重新走一遍 我上被子的人生 好好学习 脚踏实地 于赛赛知道了 未家还会资助他的事情 沉默了好久 我错了吗 他问我 对 你错了 我说 无论是上被子 还是这被子 你都错得彻底 其实经过这被子 我多多少少能有一点和于赛赛共情 忽然从贫瘠的农村 走到繁华的城市 曾经一个月得不到一块钱的零花钱 一次只敢花五分钱买一小块冰棍的他 到了城市 别人的爸爸妈妈 却一给就是一百块的零花钱 自己的妈妈眼里只有弟弟 让自己干这干哪 可别人家的妈妈只有一个孩子 见到他的时候还乖呀宝娃的喊着 说 我要生了不是一个儿子 要是女儿就好了 赛赛 你要是我的女儿就好了 十二岁的三观尚未完全建立 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自以为得到了个好妈妈 却又被抛弃 没有建立自己的完整认知 黄论帮助他在迷茫时找到方向 余赛赛 我说 对不起 上辈子我该多关心你一点的 但这一切都不是余赛赛怨恨我的理由 不是余赛赛说我偷走了他的人生的理由 我的人生 自始至终都是属于我的 都在我的手里 而余赛赛 他的人生出了差错 又走了岔路 才会一步步的 彻底回不到正道来 余胜胜 余赛赛哭得满脸是鼻涕和泪 余胜胜 余胜胜 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不停地叫我的名字 不用谢我 我说 我没有原谅你 只是因为这辈子没有你杀我的证据而已 如果是上辈子 我会毫不犹豫选择报警 而且 我们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 我和英才学校的校长谈好了 我会离开老家 去那边学习 至于你 余赛赛 你现在的人生在你手里 你可以看看你自己能活出什么样子 说是这么说 但我知道 余赛赛要想继续学习 考上好的大学 很难很难 并不是重生 就会解决一切问题 没脑子 不会仅仅因为一个重生 就变得其乐融融 除了一部分先知的内容 其他时候 重生反而会是劣势 习惯了社会生活 能不能适应重上九年义务教育 习惯了未来的方便 能不能适应下地除草 干水洗碗 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了 我去了英才学校 即使有着上辈子的记忆 我依旧不敢懈怠 甚至在学习上更努力了些 所以 我跳级 提前准备更高难度的学习 中间我有去过魏家 看望魏家父母 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带着礼物 我很少碰到魏恒 但听魏家父母说 他们还是没有拗过他 他还是走上了电竞的路 有时候我在想 魏叔叔说 有时候我在想你说过的话 哪一句 是那句能不能多陪陪他吗 是那句能不能多听听他说话吗 可千言万语在心头闪过 我还是没接他们的话 后来 我还是和魏恒走到了一起 说来有趣 我们走在一起的契机 竟是退役后的魏恒 考上了我所在的学校 他在学校外面租了个小房子 魏家父母打电话 让我们俩能互相照顾 就互相照顾一下 像上辈子一样 28岁的时候 我和魏恒结婚了 只是 这次婚礼 我没有再邀请魏塞塞 爸妈来参加婚礼的时候 她也失去的没有过来 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她的消息 传到我到耳朵里 魏塞塞中途辍学 魏塞塞出外打工 魏塞塞投资被骗 魏塞塞的钱被刷到了 不知道哪个银行卡里 她过的 要比钱是更惨一些 重生给她带来更多的 好像是坏处 她上辈子玩股票 搞投资 这辈子有了上辈子的经验 认定了自己能在股票市场 杀个七进七出 可是呢 瞬息变化的东西 只要稍微一点点的差错 就能让她血本无归 这辈子结婚后 我们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 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我们没有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孩子身上 但是 我们再尽我们所能 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更多的爱 后来 魏恒投资了自己的电竞俱乐部 引导着一个个小孩子 走她跌跌撞撞走过的路 而我也资助了很多山区的孩子 帮助他们上学 也帮助他们 丰富内心的世界 增长见识 得知于赛赛去世的消息时 我和魏恒才四十多岁 我和于赛赛 双双重生到过去 可这辈子 她竟比我先走一步 最后 我和魏恒垂垂老矣 双双睡去 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病房 入眼都是白色 魏恒仍旧穿着新郎的西服 皱皱巴巴的 脸上有胡子拉叉 太好了 太好了 盛盛你没事 她头埋在我怀里 快要哭出来 医生说 感谢参加我婚礼的医学生 救助及时 又在最短时间内急救 我才能捡回一条命脉 我稍微换过来点之后 妈妈敲开了我病房的门 盛盛 赛赛毕竟是你的妹妹 她只是 我的生带有一定程度的损坏 还得养上好久 所以 我在手机上打一行字 该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会千量解书 我知道 那场互换 她见识了城市的繁华 她心思不定 那对她的信念和三观 造成了危害 不能挽回 但我也说过 这不是她伤害我的理由 如果在上辈子 我有她伤害我的证据 我一定会报警 一秒也不会犹豫